警方按照张建忠的口供 立即派人赶往浙江 追寻增口宝鼎的去向 另一方立即安排警力 赶往湖北襄阳高新区 黄庄村赵强的家中 追捕赵强 当我们的干警赶到赵强家中时 他的家人告诉我们 赵强几个月前因为 沥水已经意外死亡了 死人嘴里不会有线索了 据警方了解 这个赵强一直独来独往 他的盗墓行为无人知晓 死无对证 曾侯保墓的秘密 也被赵强带走了 包括赵强在2011年中原之夜 到处的其他文物的流向 同样无从查证 警方侦破工作陷入困境 重要线索虽然中断了 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对曾侯保墓的追查 我们试图从其他文物犯罪分子口中 追查到此类犯罪的线索 虽然一段时间内 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意外惊喜 2014年10月 两个陌生的外地人 租下了异地港村附近一家饭店 这两个陌生人 一个叫侯建鹏 另一个叫周慧 他们开饭电视假 盗墓时珍 曾侯保顶被盗挖的消息 早就传遍江湖 他们二人 这次也想试试运气 他们租下房子后 立即找来一群专业的 大盗动团队 在饭店的屋里 向下盗墓 然而 几天过去了 这伙人日夜作战 却毫无收获 便决定放弃 没有办成 侯建鹏和周慧 又请来另一队人马 加入盗墓行列 新团队刚来几天 干劲十足 但接下来挖了好几天 也没有挖到文武 树敏深的陛下 盗墓分子显得有些不耐烦 正当他们要放弃之时 其中一人因生气 抬起腿 一脚踢向墙面 一个青铜器一样坚硬的东西 赫然露了出来 几人大喜过望 沿着踢出器物的方向 他们陆续倒挖出 大量青铜器具 这伙盗墓分子 自以为手段高明 他们不知道 警方早已安排 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伙外地人 在饭店租房子的事 我们接到举报了 我们怀疑他 就是奔着盗墓来的 但是我们没有急于行动 而是进行了一个 前方位的监控 因为我们打击公共犯罪 必须深度禁营 打到所有的链条 才能给犯罪分子 有效的震慑 侯建鹏和周慧等人 共盗决出 大件完整青铜器18件 零碎青铜马车事件 52个 玉器器件 均藏于成租房 17号下午 他们对盗洞进行回填时 又发现大件完整青铜器器件 他们立即着手联系买家 买家看过货后 愿意以500万元成交 经过很长时间的经营 我们终于等来到一个 绝佳的收网时机 因为我们获取了可靠情报 他们要将到来的文物进行出手 交易的地点就在隋州的高速出口 我们决定在这个时候 进行全盘的收网